3月9日 中名演员胡军 刘嘉玲及关之林等人 在中环出席哈姆雷特的庆功晚宴 今天是巡演香港站的围场 精彩的演出得到空前轰动 完场后的胡军直言对这次来港演出感觉十分良好 这次呢我们来这儿虽然只演了三场 但是场场爆满 甚至原来我们要用的乐池 然后都被给降下来 全都加上座位了 然后全都爆满 然后呢 观众的素质非常好 而且反响也非常的好 所以说最后一场演完了以后 挺兴奋的 我觉得这次来香港演出 是非常成功的一次 刘嘉玲看完演出后 意显得非常兴奋 直言如果能和胡军等人合作舞台剧 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自己演什么角色都行 但还是要把普通话先练好 胡军啦 她太太 卢芳啊 还有蒲晨熙都是我的偶像 所以如果有机会跟他们一起上舞台 我觉得也是一件蛮享受的事情 但是我要先把我的国语 普通话给练标准一点 日前金燕玲在电台受访时 公布自己确诊子宫癌 作为好朋友的关芝林表示 刚得知消息时很心痛 感觉就好像这个病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 我好像自己有这个病 感觉好像自己发生在自己身上 身上面这样的感觉 那但是用精神去支持她 那我也很开心她可以 昨天上电台去做访问 然后去呼吁很多朋友去做检查 飞凡娱乐时时报道 老 кот 乱乐时 乱乐时 坚持